一般的髮圈呢就是只有中間的一個大腸圈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呢要教的是有增加一個耳朵的部分 就變成一個很可愛的兔兒髮袋 我們這次的影片呢要來教大家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兔兒甜甜髮圈 所需要的材料 大腸圈的部分有一個長方形的柴片 尺寸依照板型上面所寫的尺寸直接畫出即可 板型已經含7mm的縫分在內 兔兒的部分需要兩塊柴片 板型上面呢的尺寸是實際大小 縫分需要外加7mm 另外再一條1公分的鬆緊帶 長21公分 首先先取出這個長方形的柴片 長邊做對折 正正相對 縫分0.7公分 縫分0.7公分 直接車盒 再來 取出兔兒的部分 正正相對 整圈 整圈 車0.7公分 需要留帆口約5公分左右 再て就這樣子 一小就 就把它開了 一小就 再加一小就 一小就 再加一小就 正好 再加一小就 再加一小就 一小就 是 一小就 還是 一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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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 再加一小就 整趟的時候先將髮圈的這個柴片的縫份打開來 然後用熨斗把它燙開 脫耳的地方我們要先處理的是頭尾的尖角的部分 處理的方法將縫份往內摺 順著車縫線的地方往內摺 摺起之後從反口翻回正面 尖角處用我們的錐子 將尖角挑出來 挑出像這樣的尖角 兩邊都是一樣的做法 翻到正面以後 用手指頭將縫份整個全部推乾淨 推乾淨後整趟 如果用手指頭不好推的話呢 可以用錐子幫忙去調整出來 也可以將我們的弧度挑的比較順 圓順一點 反口處呢 縫份往內摺 左右兩側用手指頭捏著以後 往左右兩側拉緊 基本上縫份就可以很平順的呈現出來 整趟完成之後先取兔耳 我們要將反口的地方先處理 車合起來 反口呢上下要對齊 在它的邊緣約0.1到0.2公分的地方 我們壓側一道線 將它車合 再來取我們髮圈的部分的柴片 正面 正面跟正面相對 上層的柴片呢 往中間折起 下層的柴片直接對折 整圈車縫0.7公分 車的時候要記得留反口5公分左右 小心不要車縫包在裡面的柴片 車到快底的時候 然後車針要扎住我們的柴片 然後呢 將裡面的東西往外拉 然後繼續車縫 注意剛剛車盒的短邊的地方的封份啊 左右要燙開 要把它打開來 好嗎? OK OK 好嗎? OK 好嗎? 好嗎? OK 整圈车完以后 记得留反口五公分 完成之后呢 我们从反口的地方 直接往外拉取 翻回正面 稍做一个整理 然后呢 我们要在里面 穿入我们的松紧带 松紧带呢 要用这个松紧带夹 夹住以后 再将圈圈 往松紧带的方向推紧 就可以把它夹住 直接穿入 穿的时候小心 因为松紧带呢 跟我们的发圈的裁片 比它是相对比较短的 所以尾巴呢 要捏着 不要让它跟着被穿入了 好 头尾都拉出来以后 将松紧带重叠约 1公分到1.5公分左右 左右两侧车缝固定 松紧带车呈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松紧带拉进 我们的发圈的裁片里面 再来将反口 一样左右两侧拉紧 缝份往内折0.7公分 沿着边缘车0.1公分 将整道车盒 将发圈 就是拉开以后 让这个皱褶看起来比较均匀 再来就取兔耳 绑上 打一个结 然后呢 用手把它调整到 你认为最漂亮的地方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兔耳发圈 那我们的发圈就这样完成了 我们的发圈